简单条件理量的话呢 刚刚已经反复说了 仍然是平方程 那么 变形协调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物理关系和补充方程来求解 对于简单条件理量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开头 就是说 一个一端固定 一端角之受均不合在 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梁 那我们看看 这样的一个超级定量 我们怎么样来求解 首先大家来看说 这个梁是几次超级定的呀 这个很显然是一次超级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看这个结构的话 首先就感觉呢 比较眼熟 觉得它很像什么呢 觉得它很像一个 显然觉得它很像一个悬壁梁 对吧 但是它比悬壁梁又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数项的约数 那么因为它这多了一个数项的约数 那么就是一次超级定的 其实我们在后面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呢 其实这个梁呢 它不光可以变成一个悬壁梁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以减之梁作为基本结构的一个相当系统 我们先来看 就是说怎么样以悬壁梁 作为它的相当系统来求解它 好了 首先呢 我们解掉一个多余约数 那么解掉多余约数 去掉哪个约数呢 去掉B端的约数 那么这个梁的话呢 从受理上来说 B端呢 是有一个数项约数力 那么A端呢 有数项约数力 然后还有一个约数力有矩 好 所以呢 这个是 有三个位之力 但是呢 由于我现在画出来这样的 是一个平面的平行力系 所以呢 它只有两个平方程 两个平方程分别是 数项力的平方程 还有一个力矩的平方程 好 一次超级的问题 解除多余约数 那我们解除多余约数 解到哪里呢 我先解掉B端的约数 好了 那如果我解掉B端的约数 然后呢 得到一个悬壁梁 然后呢 我在这个梁上加上核载 然后呢 还加上我的多余力 FB 那么这个就我们得到 跟原来结构 受力相当的 我们看受力是一样的 一个系统 那么除了 这个系统要跟原来 这个系统等下 除了要受力相当之外 还需要什么呢 显然还需要变形相当 那么要变形相当的话呢 也就是说你这个FB 还不能为任意值 这个FB必须是一个特定值 什么样一个特定值呢 我们从原结构来看的话 原来那个结构呢 由于B处是有一个数上约数的 所以B截面处的劳度 必须是零 那么因此的话呢 这个结构跟原结构 要在变形上也相当的话呢 我还要加一个变形的协调 关系就是什么呢 就是WB等于零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得到的 这一个悬臂梁 那么受核载和多余力作用 在核载和多余力作用之下 满足我这样的变形形的关系 WB等于零 那么这个结构呢 这个悬臂梁 就是我原来那个超静定结构的 基本静定系 而由于现在这个结构 跟原来的结构呢 受力相当 变形相当 因此呢 我们把现在这个悬臂梁呢 从我们原来那个超静定量的 相当系统 也就是说 这个超静定结构 和我下面这个静定结构 它们是在受力和变形上 是一模一样的 你对原来那个结构进行的分析 都可以在现在这个相当系统上来进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怎么样来求解这个多余力呢 求解多余力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几何关系啊 从这个几何关系入手 WB等于零 那么WB等于零的话呢 我们根据叠加原理 在线权性小兵性的情况之下 这个WB呢 就是由我的军部和载Q 和我的多余力FB 共同引起的 那么因此呢 我可以用一个叠加的方法 这个梁的劳度的话呢 应该是说在Q作用下 引起的这个弯曲劳度呢 和我这个FB作用下 这个弯曲劳度 它们两个的一个叠加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写出WB 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WB当然就应该是等于WBQ 然后呢 加上一个WBB WBQ是由Q引起的B的劳度 那么WBB呢 是由FB引起的B点的劳度 实际上这两个劳度呢 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也就是说呢 是一正一负的 那么WBQ和WBB等于多少 这个呢 通过我们要去 我们通过去记忆 那个我们那个劳度表 就是叠加法里面给的劳度表 当然话如果你记不得 可以去积分法来算 这个算起来就太累了 我们记得那个劳度表 劳度表里面的话 大家想一下 在军部和载纵性之下 这个玄碧梁 自由端的劳度是等于 等于8EI分之QL的四次方 而在集中力作用之下 这个B端的劳度应该是 3EI分之FBL的三次方 那么第一个劳度呢 朝下是正的 第二个劳度呢 朝上是负的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把这两个劳度值 带入到我们这个 变形协调关系里面去 就可以求出 我们多余力的值 我们看一下 查表得出 这两个劳度分别是 8EI分之QL四次方 和负的3EI分之FBL的三次方 把它带入到 我们刚刚那个补充方程 我们得到力的补充方程 就是3EI分之QL四次方 负的 8EI分之QL四次方 减去3EI分之FBL三次方 等于0 那么这个领方 L三次方和L三次方 可以消掉 EI和EI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得出 FB等于多少呢 FB就等于8分之3QL 好了 那我们记住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FB是等于8分之3QL 不是等于2分之QL 这种题的话呢 在考试里面遇到的话呢 我见到很多同学 一上来就求的话呢 职业就给出来 两边的反例怎么样呢 每边2分之QL 那么这个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个量 它两端的约束 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们考试的时候 或者你们做题的时候 遇到这个结构 好了 这是一个两端固定的 受军不合载作用 好了 那么如果是这个结构 这个是Q 这个是L的话 好了 这个反例 每边2分之QL 没错 这个时候 这个是2分之QL 好 这个是2分之QL 这个没错 好 但是呢 这个题呢 是一个二次超级定的 这个你们还要求什么呢 这个你们还要去求反例有局 这个是2分之QL 但是我们这个题 现在我们就要按上 给大家给的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怎么样呢 一端是固定角 一端是什么呢 固定端 好 这个时候得出来这个反例 你记住了 这边就只有 8分之3QL 不是2分之QL 8分之3QL 好了 那么既然这边是8分之3 这边是多少 这个反例是多少 当然是QL减8分之3 这边是多少 这边是8分之5 好 那么这个反例求完了没有 是不是这样求 这个两个反例就求完了 没有啊 这边还有什么呢 这边还有个反例有局 好 这个反例有局等多少 我们可以通过 对这个截面取句来算一下 我们对这个截面取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Q对它的局是多少呢 Q对它的局是一个 顺时针的 QL乘2分之QL 2分之QL方 那么这个局呢 是8分之3QL 乘2分之3QL方 那么这一个顺时针 2分之QL方 减去一个8分之3QL方 所以多少呢 这边的合例局 这两个例的合例局 是一个顺时针的 8分之1QL方 所以这边是一个什么呢 逆时针的 8分之1QL方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再通过平平方程呢 可以把这两个反例呢 求出来 好了 因此的话呢 我们求了多余例之后 通过平平方程 再求出A端的 约输例和约输例局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梁上的所有的位置力都求出来了 分别是 8分之3QL 8分之5QL 然后还有一个 8分之QL方 把这些多余例 求出来之后干什么呢 把这些多余例求出来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前面讲到超级结构一样 我们可以对它来做强度计算 可以来做刚度计算 就是可以算它的强度 那么也可以算它的劳度和转角 比方说我们要来考虑这个梁的强度 那么如果我们要考虑这个梁的强度应该怎么办 考虑这个梁的强度的话 那我们当然需要来 做它的简历弯具图 对不对 那么简历图应该怎么样来做 简历图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这个Q是朝下 所以是一个向下的斜直线 对吧 因为FA呢 是朝上的 所以第一个简历的简历 是向上突变 突变一个FA这么大小 所以呢 70简历的简历值 8分之5QL 然后呢 下降 下降多少 下降QL 那么得到负的 83QL 然后呢 再向上突变83QL 等于0 所以我们得出来呢 简历图 8分之5QL 然后呢 斜向下83QL 再回到0 那么简历等于0的地方 在哪里呢 简历等于0的地方 一会儿就是我们抛线的顶点 简历等于0的地方 我们可以根据这儿而求 这个是8分之5QL 那么斜率是Q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8分之5L 所以这边呢 就是8分之3L 好 这是我的简历图 那么同样可以做它的弯具图 弯具图是一个什么样的曲线呢 弯具图应该是一个下突的抛物线啊 下突抛物线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抛物线的话 我们不需要分段 那么三个点 起点 顶点 和末点 那我们来看看起点的弯具是多少 起点的弯具当然等于MA了 那么因为这MA是上突 使得两段上突 所以是一个负的8分之3L方 好 第一个截面 负的8分之3L方 那么到了这个截面的弯具是多少 这是我的顶点 那就是负的8分之3L方 我们写出它的顶点的值 就是说 它这个最大的弯具值 应该是等于负的8分之3L方 再加多少呢 加这个简历图的面积 那就是8分之5QL乘8分之5L 再乘2分之1 那么是多少呢 一百六十 一百二十八 六十四乘以2 一百二十八 一百二十八分之二十五 一百二十八分之二十五 再减去一百二十八分之十六 所以等于一百二十八分之九 QL方 这是它的一个顶点的弯具 一百二十八分之九QL方 然后再怎么样呢 然后再加上这个简历图的面积 八分之3乘八分之3乘二分之1 正好是负的一百二十八分之九 QL方回到零 所以呢 弯具图呢 做出来呢 它是这样一个图 好了 第一个截面 负的八分之QL方 然后呢 在距离固定端八分之5L的地方呢 有一个最大的弯具 一百二十八分之九 QL方 那么 B截面的弯具是零 这是它的弯具图 好 这个图做出来之后 我就说了 我们就可以对它做强度分析了 怎么样做强度分析呢 比方首先问 哪个截面最危险啊 诶 我们看得很清楚 是哪个截面的 A截面 为什么是A截面最危险呢 因为A截面同时有最大截面和最大弯具 那我们有最大截力 有最大弯具 如果我们再知道截面的形状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根据 切音力的公式 FS SZ信号 除以BIZ 还有呢 我们的正音力的公式 Sigma等于M除W 或者Sigma等于MY 除以IZ 那么算出它的 最大的切音力 最大的正音力 那么从而可以对它进行强度搅合了 好 这是我们对这个梁 那么怎么样来 求解它的未知反例的 一次超级的结构 那这个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题的话 我们还可不可以用 其他的方法来求解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结构来求解 看一看一眼 当然可以 怎么样可以呢 刚刚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一端是固定端 一端是固定 一端是固定端 一端是活动角 那我也可以把活动角保持 我把固定端变成什么呢 我把固定端变成一个固定角啊 如果我把固定端变成一个固定角的话 那我们对应的多余力是什么呢 对应的多余力 当然就是A端的反例举了 好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超级的梁 它的基本结构取作一个减 减质梁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得到它的一个相当系统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禁定系 那么这是一个减质梁 这个减质梁上呢 是有什么呢 核载当然要拿下来 那么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多余力 这个多余力呢 就是A界面的 这个反例举 这是多余约数例 好 这个反例举MA 那么这个时候 它要满足的这个协调关系是什么呢 这个满足协调关系呢 是一个关于转角的限制条件 因为原来A界面是不能转的 现在A界面呢 减质量的A界面是可以转动的 那么因此的话呢 很显然 θA 它在我的Q和MA的共同作用之下 这个转角应该是0 所以呢 并且条件应该是θA等于0 而同样的话 我们可以用叠加的方法 得出来θA等于什么呢 θA当然是等于θAQ 加上一个θAMA了 就是说应该是 这两个力作用之下 那么它的转角之和嘛 那么这个代数和等于0 我们看它们两个转角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那么这个转角是正的 这个转角是负的 那么这两个值个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 可以在这把它复习一下啊 那么第一个 减脂量受军部和载作用的时候 它的转角应该等于 24EI分之QL的三次方啊 那么第二个呢 在极中力偶的作用之下 端部的极中力偶的作用之下 那么这个减脂量 它的转角呢 这个转角的话 原来我跟大家讲过 在端部的极中力偶的作用之下 那么减脂量的转角 那个系数是三分之一和六分之一 然后呢 那个值呢 是ML除以EI ML除以EI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边 哪边三分之一 哪边六分之一呢 力偶作用的那一端 力偶作用那一端 它的转角要大一些 它是三分之一 那么力偶作用的对一端 转角要小一些 是六分之一 所以这个转角呢 是3EI分之ML 那么上面那个是个正的转角 顺身的 这个是一个逆身转角 这个是一个负的转角 好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把它带进去 都是补充方程 4到1Q 加上4到1 MA等于0 而4到1Q 等于什么呢 24EI分之Q 要三次方 而4到1 MA呢 负的3EI分之 MAL 好了 然后呢 它加起来等于0的话 那么它加起来等于0的话 我们放到 显然呢 MA就等于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EI消了 L消了 所以都说MA就等于 8分之Q要方 这个8分之Q要方的话呢 是一个正值啊 这是一个正值 那么因此的说明 我假设的转向是正的 那这个MA8分之Q要方 跟我们刚刚 用悬臂量 我们刚刚用悬臂量 做相当系统 得出来的 这个结果 反六局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再列 两个平行方程 比方说 我们已知 这个MA等于8分之Q要方 然后我们对A端取局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把FB求出来了 那么得出FB 肯定会是83Q要方 然后呢 FA呢 就会是85Q要方 那么这个得的结果呢 跟我们刚刚那个 静灵系统 我们刚刚那个 相当系统得的结果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超进行结构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以取 不同的相当系统 但是最后求出的结果呢 在相同的工况之下 同一个工况之下 那么它结果肯定是 一个唯一的一个情况 好 这是我们 拿这样的一个量 做例子啊 来给大家阐述了一下 我们超进行量 它求解的思路 和这个过程 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题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讨论 可以做什么样的讨论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量 可以取多少个基本系统 是不是我现在取了两个基本系统 就已经把它取完了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解法 当然大家如果说去掉约束了 大家可能说 B的约束已经去了一次了 那么A的转动约束去掉了 最多还去掉什么呢 还去掉A的那个数项约束 A的数项约束也可以去 如果是去掉A的数项约束的话 那我们得到一个导向之作 除了去掉A的数项约束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求解呢 我们想一下 那我问一下大家 一是想不起来 那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在中间加一个角的话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加一个角的话 我现在得到这个量 是一个静定的量 还是一个超静定的量 很显然这是一个静定量 为什么这是一个静定量呢 你看这个地方最多三个约束力吧 这是一个约束力吧 这是两个约束力 一共多少 六个约束力 我们可以列几个平方程出来呢 我们看一下平方程的话 那么这可以列三个平方程 这可以列三个平方程 不是六个平方程吗 所以这是一个静定量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量的话呢 还可以取这样一个基本系统 那么这个基本系统的话 要跟原来受力相当的话 我们还要加上什么样的多余力呢 注意到我们原来的量 是一个连续量 连续量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弯距的 而我们现在这个角处呢 是不能传递弯距的 它只有传递力的作用 那么因此的话 我们这多余约束是什么呢 我们这多余约束呢 应该是我截开这个截面的弯距 如果这是C截面的话 那么应该是这个截面 弯距MC 是我的多余约束 而对应的 这个连续 对应的我得到了这个协调关系 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协调关系 就我原来连续量的 那么老学员 应该是连续的 光滑的 那么现在我变成这个角之后呢 这个角这儿 当然脑度肯定是连续的 但是有可能出现尖角 对不对 角的地方 那么因此的话呢 我们这个题写的这一个 变形协调关系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θc 它左边的转角 要等于θc 右边的转角 好 那么这个呢 是跟我们这个相当系统 基本系统呢 它所对应的一个 变形协调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说 那原来就是有四个基本系统的嘛 第一个是去掉b嘛 第二个去掉a端的反逆局 a端的转动约续嘛 第三个去掉a端的竖向约续嘛 那么第四个加中间角嘛 好 这可能说类型是四种类型 那么基本系统是不是四个呢 不是四个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这个角 是不是可以加在任意的地方 那我这个角 加在任意的地方的话 那么得出来这个 弯具的值 是不是都不一样的 当然求助反逆的值 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的话说 可以取多少个基本系统呢 可以取无穷多个基本系统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解法 其他解法当然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是关于我们超晶晶结构的 基本系统 每个超晶晶结构 都有无数多个基本系统 那么大家可能说 老师为什么我们做的时候 没有取那么多呢 我们做的时候 当然是从 第一个计算简单出发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方法我们熟悉 那我们从这两条原则出发 来选择我们熟悉的系统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 就是说 这个超晶定的 这样一个例子 超晶定量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给大家阐述了 我们超晶定量的解法 那么 这个题的话呢 刚刚说讲的一个强度 那我们说我们也可以 再进行刚度讨论 比方说刚度讨论 讨论什么呢 比方说第一个 说我们要讨论 B界面的转角可不可以 我们要求B界面转角 可以在哪儿求呢 B界面转角可以在这个系统上求 假如说我要求B界面转角 B界面转角等于什么 B界面转角 是不是等于Q引起的转角 顺时针的和F1 引起转角的一个代数核 对吧 那么我们可为求劳度呢 比方说我要求中间界面 C界面的劳度 求中间界面 C界面的劳度 如果我们用这个基本系统 来算的话呢 叠加起来稍微有点啰嗦一点 求C的劳度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用这个系统来求 那我们用这个相当系统 来求C界面的劳度 就很简单 C界面的劳度等于什么呀 C界面的劳度当然是等于 看看这个图啊 C界面的劳度的话 当然是等于Q所引起的 跨中的劳度 384I分之5 QL的四次方 那么减掉什么呢 MA引起这个劳度 那么就是16EI分之 MAL的平方 那么MA是求出来了吗 那我们带进去 就可以把 C界面的劳度 可以求出来了 好 这是说 我们来对它进行 强度分析和刚度计算 都可以怎么呢 都可以在它的相当系统上 来进行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 我们超级量的第二个例子 这个量我们来看一下 说求这个量的 DB 这个钢杆 这是一个量 好 跟刚刚一样 是一端固定的 那么这一端呢 我们看到 刚刚那个是个B 是一个固定角式 不可以动的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成 这个B端呢 实际上是一个弹性之座 就是说这个B之座 是可以有成降的 那么这个成降量 等于多少 而且B的成降量 就是等于BD杆的生长量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一次超级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BD杆 和我的量 AB在B这个地方拆开 拆开之后呢 那么由于它们 有相互作用力 那么DB杆 是不是受一个拉力作用 所以呢 AB杆呢 在这个杆这个地方 它也受一个拉力作用 那么这个相当系统的话 那么它要满 这个杆族的变形协调关系 是什么呢 很显然这个协调关系是什么 是这个量B端的劳度 要等于我的DB杆 在这个总的生长量 对吧 或者我DB杆B端的位移 就等于它的总生长量 对吧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写出来 它的这个 变形协调关系 就是什么呢 就应该是BD杆的生长量 ΔL 要等于量的劳度 WB 好了 DL好说 DL等于什么呀 因为它受一个轴力Fn作用 所以DL就等于Fn 乘以A 除以A 而WB呢 WB这个时候注意了 这个时候WB的话 如果你从那个图上来看的话 你可能就觉得 就是Q引起的 那么你看这个图 才是准确的 除了有Q引起的 还有什么呢 除了有Q引起的 还有Fn引起的 那么因此的话呢 这个时候这个WB呢 它包括有两项 有Q引起的 还有Fb引起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带进去 WBQ 8EFnQ 4字方 WB有F引起的 是3EFnL3字方 但是呢 它是一个朝向的 所以是负号 那么 DL FnA除以A 所以呢 我们得出这个 补充方程 编起的关系 最终写出来呢 是8EFnQ4字方 减去3EFnL3字方 等于EA分之Fn 乘以A 那么这个里面 唯一一个位置量是什么 唯一位置量是Fn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Fn求出来 好了 那么求出Fn之后 这是我们得出Fn的表达式 正的表明 它确实是一个拉力 那我们这样求出来之后 那么现在这个量 它的简历弯具图 或者量上的位移 我们都可以用叠加法来求了 同样的 那个杆的伸长量呢 我们也可以确定出来了 好 那个杆的硬力呢 我们也可以用Fn除以A 把它算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是 我们这样的一个 超进的第二个例子 再看第三个例题 好 这个第三个例题的话 是一个连续量 这个连续量 它上面的什么呢 连续量呢 它有约束力 FAFB和FC 那么要求 这个三个例 好 这个量上呢 受一个 这一段受军部核载量 20千牛每米的作用 这边受一个集中力 30千牛的作用 好 量的弯曲刚度 EI是已知的 求约束力 然后呢 做量的简历图和弯曲图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求呢 大家看到这种连续量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一般来说 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首先是想到说 我把B当作多余力 B当作多余力 当然是可以的 那么对应的条件 当然是我的WB等于0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求解B的劳度的时候 会有很多麻烦 有什么样的麻烦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因为 这个核载 如果这是变成一个 AC这样的一个简质量 那么当然求B的劳度 还比较好办 那么求Q所引起的劳度 那么这个表达式写起来的话呢 或者说我们查表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那么也有人说 那我也可以怎么样 其实我也可以把A 或者把C当作多余力 如果把A或者把C当作多余力的话呢 这个基本结构就变成一个悬壁量 那我们知道用悬壁量的叠加呢 也是一个比较啰嗦的事情 那么在工程上经常怎么样处理呢 工程上处理的话呢 经常会把连续量呢 在中间这个支座的地方呢 把这个中间 中间支座呢 变成一个中间角支座 就是说把这个角呢 插入到这个梁里面去 把这个梁呢 连续量变成两个简质量 好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来处理的话呢 这个基本结构 跟大家通常想的很简单的简质量 或者是说呢 外生量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呢 我们取中间支座处 阻止相对转动的内部角约数 作为多余约数 好了 所以这个梁呢 现在变成了A B和B C 两个简质量 然后这个对应的多余力是什么呢 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这个结构一样 既然在梁中间插入了角 那么对于的多余力呢 应该是B截面 两侧的B截面的弯距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要加上一对FB 加上一对FB 那么作为它的多余约数 而这个时候对应的这个相对的 这个转角 左右的转角要相等 这个就是我们的变形协调条件 因为刚刚是一个连续量嘛 现在变成两个量 那么这两个量的话呢 要跟原来变形等效的话呢 这个老选仍然必须是光滑连续的 所以有CB一撇 要等CB两撇 好了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思路来做的话呢 我们得出来变形相等条件 CB一撇等于CB两撇 那么注意我们在写 CB一撇和CB两撇的过程中呢 要始终按照同样的转角正负的约定啊 比方说顺顺转角为正的 逆顺顺转角为负的 要始终这样来写 那么CB一撇我们看下CB一撇是什么呢 CB一撇显然是Q和NB引起的 那么Q引起是多少呢 24一分之QL的三次方 那么这是一个逆时针的 那NB引起呢 3一分之MAL 那么这个是一个顺时针的 所以呢CB一撇 CB一撇负的24一分之Q和三次方 那么减去3一分之MB一情L 这是CB一撇 CB两撇呢 CB两撇的话呢 那么是我的BC两 那么这个B端的这个转角 那么很显然呢 NB这个时候引起的是一个顺时针的转角 是正的 那么30千牛引起的这个转角呢 它应该也是一个正的转角啊 这样写下来它也是一个正的转角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写起来呢 我们看到三一一分之MB乘以L2 这个是一个正的 那么30千牛这个是查表得到的 六一一L 那么FAB 那么这个地方 然后呢再来一个L加上一个B 那么这样一个尺寸算出来 CB两撇 那把这个连续条件 这个我们这个转角连续的条件 这样一个斜角方程带进去 我们这个里面唯一位置就是什么 位置就是MB了 那因此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MB解出来 解除MB来 把MB解出来之后 然后每一段梁 比如说我们BC梁 我们对B取举 我就可以求出FC了 然后我的AB梁对B取举 同样的我就可以求出FA了 那如果说我把FA也求出来了 把FB也求出来了 然后再跟注一个数向力之和 这个数向力的平衡方程 那么朝上力和朝下力 那么这个要抵消掉 那我就可以把FB求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求出MB之后 那么可以把这三个约束力算出来 FA FB 还有呢FC可以求出来 那么求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都求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 我们就可以做它的简历弯具图了 这个是一个朝上的 32.05 然后下降 下降到这儿呢 然后突变66 然后保持水平 然后再突变30 然后怎么样呢 保持水平 然后突变11.64 好了 所以我们的简历图 做出来的 是这样一个简历图 然后呢 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可以按照 我们前面做弯具图的方法 抛物线 斜直线 抛物线三个点 起点 顶点 默点 直线两个点 默点 起点 默点 起点 默点 那么把它的这个 弯具图做出来 所以我们得出这个梁怎么样了 这个梁最危险的截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话呢 在B截面这个地方啊 B截面这个地方 同时有最大的弯具 最大的简历 都在B截面这个地方 准确来说呢 B截面呢 就是说危险截面的 应该是我的B左截面 好 这是我们 讲的超级定义的 第三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相对来说呢 比较啰嗦一点 那么计算的工作量呢 可能也要稍微的大一点 最后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关于球解超级的一些技巧 什么样的技巧呢 主要是关于结构对称的时候的情形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个梁的话呢 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对称核载 好 对称核 结构对称核载 那我们先 我先问大家说 这个梁是几次超级定的 我们忽略掉轴向的一个变形的话 大家可能说两次超级定的对吧 那么两次超级定的话 你们求解的时候 你们怎么样来求解呢 去掉一个枝座吗 比方说 我们解除A端或者解除B端的约束吗 解除B端约束 那么就有两个多余约束力对吧 有一个数项的多余约束力 还有一个约束力偶取 好 那么对于这个这种题的话呢 通常来说呢 那种做法当然是可行的 但是通常来说 我们不是那样来处理的 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这个梁 你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梁因为结构是左右对称的 然后呢 它的受力的话呢 也是左右对称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那个老曲线 就是说一会儿它出现了 它的这个老曲线的话呢 这个老曲线的这个图的话呢 就是我估一下的话 这个老曲线这个图的话呢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左右对称的情形 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通常碰到结构对称 然后受力有对称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从对称面上 切开这个梁 那我如果从对称面上 切开这个梁的话呢 C截面当然什么呢 理论上说它当然有简历 然后有什么呢 有弯距 我画的是正的 FSC和正的MC 那现在我画了一侧的 那么另外一侧的呢 另外一侧的话 那么根据对称性 因为受力对称 变形是对称的 那么理论上说 我右边的 右侧这个切开了解面的话 那么它也应该是 这样的一个简历 这样的一个玩具 那这是根据对称性判断出来的 那我们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看 很显然有一点是不对的 哪点不对呢 简历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简历不对 你看这两个简历都是朝下的 这个简历作用力反作用力 肯定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对吧 那说明的话 如果同时要满足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与此同时要满足对称性的原则 说明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简历为0 所以的话呢 我的对称面上怎么样呢 我这个对称面上呢 它只有一个位置力 就是我的这个C几面的弯具MC 好 那么我们要解MC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只取一侧的分离体了 比方说我取这一侧的分离体 那跟MC对应的这个 跟这个MC对应的这个 约束条件是什么呢 刚刚这个劳血线我在这画了一下 那么由于这个劳血线左右是对称的 所以对称面的 劳度不为0 但是转角要为0 对吧 所以呢 跟它对应的这个条件呢 当然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C打C要等0 好了 C打C等0 那么C打C怎么办呢 C打C我们可以用叠加法呀 那么用叠加法怎么办呢 用叠加法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C打C由谁引起的 一个是M1引起的 那在我这个图上来看的话呢 M1引起的是一个逆时的转角 MCE引起的是一个顺时的转角 我们把叠加法带进去 M1引起的转角 是这个转角 MCE引起的转角 是这个转角 悬臂量受集中力有去作用 那么它的转角是 ML除以I嘛 好 那么这个L是A 这个L是2A 所以得到MCE等于多少呢 MCE等于2分之M1 这个是正的 表明我假定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而我可以把上假定这个呢 那么跟实际的转向是相反的啊 好 这是我们一个正对称结构求解的 这个时候 那我们解出来它的多余力 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对称性的 降低超级次数 简化我们的运算 当然我把MCE求出来之后 如果我把MCE求出来之后 那我这边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反6GMA 也可以解出来了 反6GMA解出来 那么也是2分之M1对吧 然后呢 反1呢 反1是0 因为这个上面的没有集中力的作用 好 这是我们求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 对称结构 对称受力的情形 我们再来看一个对称结构 反对称受力的情形 那么对称结构 反对称受力的情形的话 跟我刚刚那个很类似啊 那么只不过是这个时候 它的受力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左右 变形的形状 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呢 变形的正负是相反的 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这样的受力情形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梁的老曲线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梁的老曲线呢 那么它应该是 围绕我这一点的话 应该我们 画出来的话是什么呢 画出来的话 如果我们画出来的话呢 它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 看一下我画反了没有啊 画反了 就画反了一下啊 这个应该凸像是一个下凸的 这个是一个上凸的 那么它画出来 就应该是这个老曲线 应该是这样一个 大概是这样一个曲线啊 那么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很显然呢 这两边的变形呢 变形的形状是一样 那是变形的正负相反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通常称它是一个反对称的形形 那么它既然是一个反对称形的形形的话 那我们讨论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可以像刚刚那样 就是说如果我只取一半的结构 我如果我只取一半的结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假如说这边正的简历 正的弯距 好了 根据我的反对称性 那么这边的简历和弯距 跟它的话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大小相等 然后正负相反 那么这边做出来呢 就应该是这样的简历和弯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来看的话 这个时候呢 简历是满足一个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而弯距不能满足 显然呢 这个时候的话 要同时满足 反对称性和我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的话 那么显然mc等于0的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有一个位置力 是我的fsc 好 那么跟fsc对应的这个 写调条件是什么呢 当然是c底面的劳度必须是0呢 这个时候转角不为0 但是劳度为0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取半结构 它就变成一次超级令的 那我们带进去 这个时候wc等于0 wc的话呢 那么它由随意引起的呢 wc是由me引起的 还有fsc引起的 那么me引起又包括两项 第一项是me引起的 那么这个节面的劳度 再加上这个节面的转角 乘以刚性币转动这一项 而fsc引起的 那么就直接用一个悬臂量自由端的劳度 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么这样呢我们把fsc求出来 求出fsc之后呢 就可以求出这边的反例 还有反例局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问题我们也把它 求解出来了 就是说对称性和反对称性 我们主要就是用它来 简化我们超级的计算 降低超级的次数啊 简化我们这个求解位置量的数目 好了 那么到这里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超级的问题的讨论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具体的话呢 大家需要通过对习题 那么自己来进行多练习 那么才能对这些方法来进行熟练的掌握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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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